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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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고 就是这儿了 这是59年和60年 记者大学的登山运动 基本上是和咱们国家登山运动同步的 这儿了 这个青海日报所报道的 我登山队攀上世界最高峰 这是在1960年是5月25号登山珠峰的 当时是轰动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北京日报60年5月29号 就是发的这个文章 就说登山珠峰之后 当时的话 拉萨的三万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 庆祝这个登山成功 当时的话除了在西藏拉萨之外 回到北京之后 也举行了就是庆祝活动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王福州 贡布 屈英华三人 集体从过去一直被认为 无法超越的北坡 登上了珠穆囊马峰顶峰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震惊世界 1963年1月 中尼签订边界议定书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以顶峰为界 一家一半 南坡是你半 北坡是中国 不过对于中国登山队 从北坡登顶珠峰 还存在另一种声音 许多西方国家 对成立仅短短五年的 中国登山队 改写人类登山史仪式 更多的是质疑 镇上珠穆囊马 发了号外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国外的这个报纸上 没有登顶照片 可能画了个问号 5月25日深夜 三人从顶峰往下走 等到天渐渐亮了一些后 曲英华从王富州的背包里 取出了电影摄影机 趴在地上 对着珠峰的方向 拍下了这几秒钟的镜头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 他们曾登上珠峰顶峰 后来一位美国的登山专家 采访贡布时 就登顶问题 向贡布提出了质疑 他问了一个 第二天 你们怎么上的 中国登山队怎么上的 我说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这样上去 或者他说 好了行了行了 第二天 这天上去了 没上顶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 1975年 中国登山队 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顶峰 找到了王富州他们留下的 国旗和毛泽东头像 自此 1960年 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受到国际认可 第二次登山就 打的这个 他就很没话说了 我们潘舵 九个这个队员在山顶上 站标也收起来了 新典筒什么都做了 潘舵在山顶上 发挥大本音 1975年 中国登山队再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 这次登山队的阵容更强大 一共有434人 其中运动员179人 包括36名女运动员 科考 气象 通讯 新闻 医务 交通运输 崔氏 及其他后勤人员 多达255人 这个73年代王府中回来找我 说我们要恢复登山 老郭 这个我们 催促员也没有 司机也没有 也没车 说你们能帮帮忙 正好啊 当时地院有这条件 就是我们就找了几个催促员 司机加后勤工作医员 我们就参加登山队的继续 是不是九位同志都上去了 如果都上去了 是不是九位同志都上去了 如果都上去了 你就说对 1975年5月27日下午2030分 九名队员成功登顶 其中藏族女队员潘多 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登山队首次在珠峰设置了3.5米的掺标 测绘工作者测得珠峰8848.13米的海拔高度 让珠峰有了正确的身高标准 新华市长镜头都不行 就用那个测绘局那个测量仪的那个镜头 把顶方那照下来 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这后来他们说这也算成就 这个仪器能把8848.1米13这个镜头给留下了 遗憾的是 在这一次攀登活动中 依旧出了不少意外 为了拍到运动员们在攀登海拔8200米以上高度时 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 前线总指挥乌宗岳解开了解祖神 在脱离队伍的拍摄过程中 不小心从8400米处摔下了山 吴宗岳这个人很顽强 就是说你们去哪个数 数 谁可以当指挥 数了数去都不行 那时候核心领导一研究 尊重吴宗岳吧 前线组指挥 前线组指挥 到了8400以后 他犯了个错误 他自己把结束绳切开了 拍摄去了 这登山是不允许的 1960年突击顶峰时 因为帐篷和氧气缺乏的原因 吴宗岳与其他八名藏族队员被迫放弃登顶 可惜的是 这一次他还是没能弥补 15年前的遗憾 他拿着摄像机一下踩空了 从8400摔到8200 吴宗岳的尸体 是潘多他们登上顶峰以后 潘多下撤的时候 走了这条路线 看见了吴宗岳的尸体 人为什么要登山 因为山在那里 这是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的经典回答 为潘登珠峰 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自1953年 人类首次登上世界之典以来 共有4400摊登山 500多人登顶 大约280多人在攀登珠峰时遇难 1975年5月上旬 随着前线指挥 乌宗岳意外牺牲 主力队员动伤 第一次突击顶峰行动失败 队伍撤回到营地休整 5月下旬 王福州再一次临危受命 担任前线指挥 带领队员向北澳出发 在王福州的指挥下 潘多等9名队员 最终顺利登顶珠峰 在顶峰上紧张工作了 近两个小时 完成了拍摄 固定掺标 摇策心电图 和采集冰雪样本 岩石标本等任务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 王福州一直活跃在 中国登山运动第一线 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大山 这个村子叫南流渡口 是我爸爸小的时候 在这儿出生 然后到他一直 到他上大学 离开这儿 19岁离开在这儿 1954年 之前一直在这儿 上学生活 回来到地里干活 上完他的初中和高中 然后54年到考的 北京地质学院的时候 离开的这个村子 现在这房子 已经不是过去的房子了 也翻修过了 不是他当年住的那个样子了 南流村 是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村落 王福州的童年 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地处平坦 华北平原的南流村 绿油油的麦子晃动着 以前 王福州一到了暑假 就会回家帮着母亲割麦子 然而1958年那个夏天 王福州没有回来 此后整整两年 母亲和妹妹 都没有他任何音讯 报纸都下来的 你不是看母亲 对我说的啊 我听在那大队里说 你给我登山的 可有名了 我还对着说 我说白说 咱不够不够 也不知道 从名的也可多 是吧 我说咱不够 我看看报纸 那百分之百的 杀线 杀故事 杀村 都他那里面 那不是他谁 王福州没有和家里人 透露半句自己的行踪 直到人民日报 头版刊登了 王福州 去英华 共布三人 登上珠峰的胜利消息 王福州的母亲和妹妹 才从大队的报纸上得知 王福州去登了 珠穆朗玛峰 从未出过远门 急切想知道儿子是否还活着的母亲 带着女儿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几经周折 母亲托人终于联系上了王福州 那反正有点瘦嘛 本来他磕胖 他大磕点 那登山回来以后 那不是身体不好 跟西藏 西藏拉萨进去 院里住多长之后 一个脚 前面 抹脚子头 手指头 都还少两点吧 那不能瘦上来 那母亲看见一样 苦力了 登山活动结束后 中国登山队班师回朝 王福州 曲英华等人 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 治疗冻伤 妹妹王福林和母亲 就是在这里见到的她 王福州 还有曲英华 死头 冻掉 不少 相当的 数字相当的惊人 牺牲在山上 注目了 以前可以说是不外传 为什么呢 我的认识 我的理解 不要冲淡了 这个中国人 克服艰险 取得胜利的成果 或者是 这么一个 令人感到高兴的事情 王福州 自1958年加入登山队企 直到1995年退休 37年时间里 一直活跃在中国登山运动第一线 长期的登山运动 也在她身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晚年的大部分时间 她都是在静出医院中度过的 各有各的痛 就各有各的伤 可是就以这个精神状态和这个年龄来说 不是太当事 还不是太当事 但是到后来70多岁以后 慢慢地就觉得就出来了 就中了 每个人都中了 还都是心肺这块 是或多或少都是有 然后去叔叔也是医院出医院进的 这几年也没停 家里也没停着伺候 除了高山动伤 登山队员还会出现体重急速下降 记忆力衰退等一系列身体反应 这些或轻或重的病痛 几乎伴随他们一生 因为我也做老电图 给他们做 登山前做一个 登山后做一个 登山后做的老电图 比登山后差 没了好 但是可以恢复 但是恢复得很慢 甚至于很难恢复到 之前那个项目 登山队都是把钥匙链子 都掉到裤腰带上头 老是把钥匙忘了 因为我们好多门都是啪碰的 一关了一关了外头了 从意气风发的山之子 到坐着轮椅相见的垂垂老者 1960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登山运动 几乎改变了大多数年轻人的一生 带给了他们荣耀 也给他们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成功登顶珠峰以后 中国登山队又攀登了 西藏的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 后来王福州留在了登山处 屈英华与刘连满 分别去了新疆和西藏 组建登山队 供部则忙着筹备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忙碌之余 他还会邀上老队友 一起去珠峰 见识垃圾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商业的侵入 登山这项运动逐渐变得旅游化起来 珠峰也不再高步可攀了 在每年四月下旬到六月上旬 以及九月中旬到十月上旬 这样的登山高峰时期 珠峰甚至会出现交通堵塞的时候 我们接了两次了 第一次是我们登山珠峰的人参加 我们第一次我带到那个地方 珠峰地区的清扫 这第一次啊清扫 珠峰地区 那七八糟 还是登山那个魔牛 拖东西 冰川里面来回走 所以很多这个藏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从大北京 路前 就是路前四百米 以下全部东西 干干净净地搞过一次 自从1956年加入登山队以来 张俊岩一直从事登山活动 这一登便是三十五年 1964年 盘登世界第十四高峰 西线马马峰 我跟其他战友一块 登山顶峰 75年 中国登山队 在再次攀登 竹马朗马峰的时候 我担任登山队的副队长 党委副书记 登达的高度是 8200米 1960年 刘连满曾与张俊岩一起 组建西藏登山队 后来他被调回了哈尔滨机电厂工作 晚年生活困难 回到哈尔滨机没他的工作了 他原来是消防队的 他现在年纪大了 他在消防队待不了 他就把他分到一个电机厂 电机厂他也不会干什么具体的工作 因为他没什么技术 只让他搞一些工会工作 工会工作他级别比较低 一个月级别花钱 他生活很困难 从西藏回来之后 陈宗烈也回了北京的原单位 单位同事见到他很高兴 不过却告诉他 单位已经没有他的工作了 你回来没有你的活干啊 你看我们 我们要每天喝茶看报 晒太阳 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晒太阳吧 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已经不景气了 新纪录片已经不行了 他们劝我别回来 你回来除非养老可以 干活没有你的事 我们都没事 人还想干活 我不会尽管 你怀疑 跟他一样 我不要忘记 一定是 我们是 是啊 啊 有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了 不多了 还有几个了 我的队员们那天我们聚在一块儿 谈起来了 很想他们 很想念他们 他们也想念我 登山队的老教练 很有意思 很有成就感 很光荣 那一场浩大的登山活动 就像一场孤笑而过的风 被卷进风潮里的年轻人 有的目光坚定 顺势前行 有的可能还没看清风向 也被推着走 大风过后 山无言 水无雨 一切归于平静 但无论多少年过去 只要一提起登山 他们总还是会兴致盎然 感叹自己也曾踏风而行 亲见过世界最高峰的风姿 它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所以它的样子还是比较好看 反正太阳下去的时候 其他山 或者多地方都没有太阳了 没有太阳 就没有黑 它上面还在亮着 祝风它太美了 世界上哪有这么美丽的山峰 和这个三角性的山峰 那么美的山峰 太少了 朱鋒我也是忘不掉的 自从我60年2分 随着先遣队进驻大本云 我就感到这块地方 我这一辈子永远记住 我第一晚上 我睡在大本云那个帐篷里头 我就想 我说像我这样的待遇太少了 你人都太少了 我能够在多少两亿年以前 这片土地上 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大海 是个海体 现在它上升了五千多米 这么高的高地 我能够躺在这个地上 我说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待遇 没有 60年过去了 曾经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珠峰登顶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曾淡出人们的视野 最近十年里 1960年登过 珠穆拉玛峰的老人们 一个又一个地离开 我们常常会想 如果早一点采访老人们 今天的故事会不会更加完整 我们还试图 从他们的讲述中探寻 当年如此孤注一掷 换来的一身伤痛 是否值得 老人们说 登顶珠峰 并不是他们征服了大山 而是大山接难了他们 如果人生再来 他们还会选择登山 因为他们是山之子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 华润凤凰焦点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